黄医妇人刚将脚踏车停在巷口 一辆机车悄悄扣进 墙匪迅速抢走 妇人车栏内的手提包扬长而去 光天化日下带图大街开墙 这起墙案发生在23号下午4点 罗洞镇公正街口 于姓妇人骑乘脚踏车到街口准备买菜 没想到刚停车手提包就被抢走 损失现金7000多元 证件收机也不翼而飞 一旁民众建议勇为骑脚踏车帮忙追赶 但还是没追上 妇人赶紧到派出所报案 警方破门攻坚将人压制在地 他就是当街刑场的嚣张强匪 见警方登门逮人瞬间吓到腿软 警方跟在屋内搜出 含有海洛因的注射针酮及剩余的1000多块奖款 嫌犯已是因为缺钱购毒 因此动歪脑进荡街刑场 且警方怀疑嫌犯随机抢劫不止一起 全案一毒品抢夺罪移送地检署 持续扩大整办 记者林医生黄明珍 柴嘉伦宜兰 裁缝不斗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谢谢大家